欢迎回来全境封锁2 大家好,我是老师 这一次的配装是要看高红属性的轻机枪玩法 不过这一次的配装是有点不同 就是加了一点的蓝属性 那我们的防御就比较好一些吧 装甲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值 我个人觉得最低生命值一定要过5万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就看看武器数据吧 如果要以高红属性打出高伤害的话 我建议暴击几率、暴击伤害和暴头伤害 都要过50%以上就可以了 攻击数据方面呢 我建议有过40%所有武器的伤害加成 过35%以上轻机枪伤害加成 和过75%以上对精英伤害就行了 好,这一次的配装最大的分别就是加75%对精英伤害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看加90%对精英伤害的分别 那可以在右上角点一点去参考一下吧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把轻机枪就是黑色M616 最重要的就是弹虾162颗子弹 如何要有这么多的子弹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武器配件哦 大型弹带加35颗子弹 另一个就是武器天赋加大加20%弹虾容量 这样我们就会有162颗子弹啦 对大型弹带加35颗子弹有兴趣的话 可以每次解决这一个美热计划 有一天就可以得到的啦 至于其他的武器天赋和武器配件 也就是改造模式 自己拿来参考一下就行了 好,下一个呢 就是老师要介绍的就是新六大天王的天赋 六大天王的天赋 最重要的第一大的天赋就是这一个危机处理 简单来说 对这一把162颗子弹的轻机枪 一旦装甲被迫 自然就会有免费的162颗子弹 自动装弹 第二大的天赋就是 X-Tech装甲包补充品 大家都知道轻机枪的控制力 是最差的一把武器 再加上武器天赋精神挫让 手感更加不用再说了 如果启动这个天赋 大家的武器控制力就非常棒 就是了 下一个第三大的天赋就是猛爪者 因为这一次的配装是有顶尖60%暴击击率 所以启动这一个猛爪者天赋 就非常的有效率啦 简单来说 这个天赋是给宝生用的 就是了 另外一点 这个手套也加了蛮多的生命值 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加10%轻机枪伤害 如何可以再提高轻机枪伤害 那这一个被动天赋 猛席 加15%轻机枪伤害 就非常重要了 另外也不要忘记 背心 加10%轻机枪伤害 这样我们加起来就会有加35%轻机枪伤害了 在这里建议的红色属性可以提高的就是 武器伤害 爆击击率和爆击伤害 就是了 下一个就是第四大的天赋 如果大家也喜欢用上手榴弹的玩法 那这个天赋真的非常棒哦 如果这个天赋用得好 那就会有无限手榴弹的感觉了 说到手榴弹 我个人建议用上这个最高伤害的手榴弹就是了 再说回之前的宝生话题 相信这两个技能应该不用我多去介绍吧 那来参考一下就行了 好 再看回六大天王的天赋 第五大的天赋就是填满 我相信这个天赋应该不用我多去介绍吧 最重要的就是要快速启动这个天赋才是重点 如何快速启动填满天赋 那就要看这一把冲锋枪啦 只需要三大条件 事数快 弹虾少 装弹时间快 就行了 如何再可以快速启动填满天赋 那就要看武器天赋 我个人建议快手足和爵士手一定要有90了 至于改造模组 武器配件就装上加30%装弹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启动填满天赋的感觉了 下一个我们就看看装备的品牌套族 相信这个品牌套族我应该不用多说啦 加18%爆击击率就是非常棒 其他就提高红属性的爆击击率和武器伤害就可以了 至于天赋方面呢都不用烦恼 选择被动的天赋就是重击加18%对精英伤害 如何可以再提高对精英伤害 那面具装备就非常重要了 在这里我的面具是加55%对精英伤害 我个人觉得非常高啦 其他蓝属性就选择生命值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把旗的手枪自由 没错就是六大天王最后的天赋 第六大的天赋就是独立自主 简单来说162颗子弹 如果启动独立自主天赋 大家想想回复的子弹就非常多 就是了 好这次的配装已经是详细介绍了 话不多说出发看表演吧 Let's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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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車子組合,防止。 防止。 其中央。 撃滅了。 毋串。 視察電的收入。 I'm on the fire I'm on the fire I'm on the fire We exist I'm on the fire I'm on the fire I'm on the fi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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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表演已经是结束了 162颗子弹的轻击枪玩法果然有点不同,真的是爽歪歪啊 又有伤害,又有感觉,这个打法真的是不错哦 喜欢单把轻击枪打天下的感觉,希望这一集的影片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谢谢大家的收看,请